当地时间三日,德国总理舒尔茨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会晤,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美德两国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法新社三日称,两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存在深层摩擦,比如是否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德国对美国通胀削减法的担忧,以及美国对德国与中国持续保持密切经济关系的不满等等。 而这些,显然是两人会晤绕不过去的话题。 据路透社三日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官透露,拜登和舒尔茨的会晤时间为一个小时,首要议题是磋商乌克兰问题,此次会晤有助于美德领导人,就乌克兰政府以及进入第二年的俄乌冲突交换意见。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二日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方在一系列全球安全和经济问题上的双边合作。 他说,美国支持德国为应对安全环境进行的政策调整,包括增加国防支出,迅速远离俄罗斯能源。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日程,舒尔茨可能利用此次会晤,向拜登提出,他正在与其他欧洲领导人进行的有关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讨论,以此作为结束俄乌冲突的一种方式。 此前一天,舒尔茨对德国议会表示,俄乌领导人目前都没有谈判意愿,美国和欧洲官员越来越担心,这场令人痛苦的冲突可能演变成血腥的僵局。 这样下去,双方将越来越难回到谈判桌上。 德国政府发言人黑贝·施特赖特,二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认为,他们两人现在更关心的是未来的情况,乌克兰未来几个月的情况会怎样,这对盟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支持有何影响? 当然他们肯定会讨论一两个其他话题。 法新社三日程,拜登上台以来,美德关系可谓起起伏伏,舒尔茨此次访美, 可能会给两国讨论棘手问题和分歧,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少西方媒体都认为,此次舒尔茨访美将会展现其支持乌克兰的决心。 大西洋理事会的专家约恩·弗列克三日告诉法新社, 在此次会晤中,拜登将明确表达对交付主战坦克的辩论中被舒尔茨弄得难堪的不满。 不过,美国前外交官拉特克表示,这一事件表明,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分歧是可以弥合的, 但只有在最高层会晤时才能实现,两国领导人此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舒尔茨在此次会晤中也有话要说。 法新社三日称,舒尔茨将表达他对德国和欧盟认为通胀削减法中不公平绿色补贴的担忧。 法国24小时3日报道说,颇具影响力的德国工业游说团体,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 围绕该法案的辩论是对跨大西洋关系的考验。 德国工业联合会在舒尔茨启程访美前表示, 他需要推动该法案的改进,以避免欧盟公司处于不利地位, 并避免两国之间爆发贸易战。 此外,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塞维姆·达格德伦2日表示, 在白宫会谈期间,舒尔茨必须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澄清对北溪天然气管道恐怖袭击的责任。 他说,考虑到美国记者希摩赫时对美国和挪威等肇事者的揭露, 美国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舒尔茨就这个问题必须对美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 中国也在议程表上, 科比2日在吹风会上表示, 拜登和舒尔茨此次会晤, 还将就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以及中国挑战等其他全球问题交换意见。 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称, 美德领导人还将评估, 两国在一系列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上的持续合作, 包括共同应对中国构成的共同挑战, 以及美德在印太地区的合作。 法新社三玉称, 德国与中国这个亚洲超级大国的巨大经济联系, 使其处于微妙的地位, 而由于中国气球在美国上空被击落, 以及在半导体等关键技术上的经济竞争,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